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看下边 这个旁边是刘志军 就说他曾经在这个王林住的那个地方叫王府 他就是 跟县政府一墙之隔 一墙之隔 旁边就是政府机关 对 有个人亲眼见过 就是他介绍他给刘志军 确实是认识高官 他介绍他给刘志军 然后最后好像是让他承包了一个叫什么 电煤的一块产业 然后呢 当时他说他听见了 他听见他跟这个刘志军说 说我给你弄一块这个靠山石 靠山石 保证你这个官位 一辈子不倒 一辈子不倒 但当然刘志军没弄的嘛 刘志军没弄嘛 然后怪不得搞个死 怪不得搞个死缓 没错 后来就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叫宋陈光 江西原来的这个政协副主席 好像还是什么统战部长还是组织部长 忘了 然后呢 他这王林现在就说 说我经常跟他说 你不要因为小力啊 贪图这个小力啊 误了这个大事 还是要好好做官 结果呢 这个去年四月份 这个宋陈光啊 被判死缓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 这几天我是看报纸啊 新京报的记者投诉了 就说这个王林大师 因为新京报记者 发出了一个报道 这个王林大师就给这个记者打电话 就说你们全家不得好死 谁记者跟他说啊 不是 记者报了他的事 他打电话给那个记者说 你们全家不得好死 就是全家 为什么呢 他说记者你收钱的这个 你这个报道收钱了 这记者说没有收钱 然后他说 你们全家不得好死 其实呢 这个事源于 这几个名人嘛 去那拜访他 结果一弄出来之后呢 这个媒体就开始 就是采访 扯出他的很多事 扯出他很多事 然后呢 他就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他也挺有觉悟的 他知道现在在中国 这个政治 各个方面情况 不能聊气功 所以这个记者采访 为什么不能聊气功 那你忘了当年的气功呢 是演变到后来变成什么事 是个敏感的词语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 他现在怕的是 他出名了 其实他现在很焦虑 就是他不想这样出名 他的本领不就是变蛇啊之类嘛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因为在中国呢 气功呢 你记得八十年代的气功热 当时四川几个地方 像柯云路他们去弄啊 严辛啊 他们搞气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把气功上升到一个 国术 像巫术般的一个位置 这几乎是无所不能了 气功就原来传统 我们以为中国气功 还是用功夫嘛 养生什么 但后来几乎变成一种法术 然后那时候甚至变成一个宗教 那以前四川的时候不是也有啊 那个是谁啊 不是说几万人上山去跟他学吗 对对对 我现在想不起来 但后来那一波就被压下去了 就说这已经邪教化了 那么到了90年代之后 就更不用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个组织的诞生 所以这时候气功就很明显了 他解释的很清楚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接受这个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说我就是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 我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说我这个是一种千年杂耍 千年杂耍 千年传统的 千年杂耍 然后这个那记者说 那他到底是魔术呢 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他说你这个东西 就跟你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但是反正后来呢 这个可能报道里还提到了 就是他原来就是说 这个空盆变这个蛇 就哗着蛇就出来了 然后呢 斩断了的蛇 他就给接上 但是后来我是看这个报道的末尾处也说了 说近年来呢 好像也有人发现 他偷偷在野外抓蛇 而且说他后院里 是不是埋着一些蛇的尸骨 但是这个咱也不能轻易怀疑大师 对吧 咱也没有证据 但是据他自己原来说的 就是苏哈托很崇拜他 他把苏哈托治好了 印尼那个 印尼的那个 苏哈托 就苏哈托 然后呢 日本的科学家呀 就是17位科学家 七天七夜这个研究他 就是检测 这据他说 是吧 据他说 我看到了 那个醒目的标题 说是美国情报部门要请他 说送给他70张绿卡 斯诺登害死了 他不要 他说他爱国离不开家乡 所以呢 美国70张绿卡都不要 那为什么给他70张 一个人顶多姐就用一张 70张干嘛 70张绿卡 给他卖 所以我给你讲 那星期报的报道 写的挺妙 他没有骂他 真的写的都是很客观的 但是里面那些 那些这个材料 就是触目惊心 他可以依人家的脑 脑瘤啊 但是呢 依脑瘤代价很大 他说这个 移掉人家以后 自己就会上脑 这个是他 这个还不是他说的 这是他的秘书 他的秘书说起来很感人 他不把你 你一个人脑瘤 转移到他 就是王林 最厉害的时候 他脑子里进了七个瘤 王林 是别人脑子里有七个瘤 然后就说王林大师啊 给别人这样治病的时候 把那七个瘤啊 弄到他脑子里了 然后他自己得练功练很久 才化掉就七个瘤 才能够化掉 这身边我发现也得有人聊 你知道吗 对 但我跟你讲 现在我遇到特别多这种事 说什么 比如说纽约时报报道啊 美国情报部门啊 这些事情呢 到最后说不定还真的是真的 什么要知道是真的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说不定真有人在美国 登记了一个机构 就叫做美国情报部门 因为这事最近你没听过吗 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 你听说日本那个朝日新闻 他的微博不是新浪 把他给封了吗 对 好像说报道了一些什么 不利于中日友好啊 还是什么样的事情就算了 但现在好玩是 大家开始发现啊 说当年回溯了什么 朝日新闻社发的一些的材料 说报纸上引述朝日新闻社 原来这个朝日新闻社 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朝日新闻 是有一帮中国人 在日本登记了一个机构 叫朝日新闻社 他就发布消息 就像我们书展看到个书 叫金庸柱 对 这个人姓金明 庸柱 行吧 那你自己看得不仔细 没错 这就好像过去搞那个什么 中华脊梁 好像有两个中华脊梁 评选委员会 但是当你觉得这些不可信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普遍的忧虑 不是一个疑问 就据说他那个王府那边 有两层就是放各种各样 名人的照片的 那马云 是马云吧 马云 赵薇 还有我们见到很多崇拜的领导啊 等等 明星 他都不屑于跟记者介绍了 他主要是就就看看 这就是首脑啊 领导政府的这个高官 看这些合影 恩格斯说的 明星不算是说的 人的性格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你一看这么多照片 你就想想 王林是个什么样 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那我们常人就会讲 就会想 是他这个东西不可思议 可是那么多人比我聪明吧 地位比我高吧 他们为什么要跟他去拍照 他们为什么要拜访他 比方说 马云为什么不来跟我拍照呢 赵薇 为什么不来理我呢 为什么要跟他构建搭辈呢 那所以这些 是不是使我没有 你提出 我跟你说 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你记得吗 咱们讲这个 头一回讲马云的时候 我还说呢 我说咱们平常跟这个商界的朋友 学习的机会少 他要不是因为退休啊 我还根本不知道有马云这个人 他退休 我才知道马云是个什么人 然后呢 网上呢 就很多人骂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样的无知 对吧 你怎么说 马云是如何如何 很多人的精神导思 对 但是今天这个话 你看我要说回来了 就是啊 一方面他说的对 我是很无知 但是另一方面啊 我觉得啊 每一个人看一个人呢 是有他的标准的 比如说 我不得不说 即便在我了解了马云之后啊 他这个人呢 也不在我关注的视野以内 为什么 因为我有我 我有我这个这个喜欢的人物 我有我的标准 感兴趣的人物范围 这个标准 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除媚 有个词就叫 你看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做什么阿里巴巴呀 做电商 他做什么都好 他就是这个做的好嘛 他就是做这个商人 做这个企业家 他做的好嘛 但是 不等于 他的人生观 也值得我们效仿 也不等于 他的文化知识 也有很高 也不等于 他对美食 我们也应该听他的 他对这个这个艺术的眼光 我们认为 他也高过我们一线 这个我说的没有错吧 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啊 就是这种名人的名人文化就代表什么呢 你有名啊 你见见事 好像你知道 还有人就就在说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司马南这两天还说呢 你知道吗 这个司马南老方法就是就是说 这个王林跟我当场来来一个我打假 结果你知道这王林我反而也是个性情中人 跟这个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啊 本来说着说着挺挺好的 一说到司马南 啪双臂一驱啊 啪啪啪啪打了一套拳 最后一个经济独立 然后就是说司马南 我隔着几十步 我的气功都能戳死你 你算什么 好坐着 就继续采访 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状况啊 我看完这样 你说说看一个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相信这名人 比如说他跟那么多名人合影 我马上就会想起来一件事 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做节目 请过一位李一道长上来 对对对 后来你跟我都被媒体 因为电视说是他徒弟 OK 所以我想用这个事情来说明什么呢 说今天我们看到 比如说就算我现在看到赵薇 马云跟王林合影 我觉得都不能够就说明了 他们两个跟他是多要好的关系 对 因为事实上 不能说明他们就认同 对因为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有跟人合影的经验 我去过太多什么活动啊 人家找我合影 合影完之后 我回头也看到人家发微博 就说我很认同 原来跟我合影的那个人 是一个作者 就变成我很认同那个作者 然后甚至还帮我编了一段话 说我爱死你写的小说了 什么什么 这些都有 所以我们都有这类经验 我们就知道这种合影 第一他信不过 第二 我看人的方法 恰恰跟您刚才讲那 您子东刚才讲那个 是相反的 我现在慢慢看人是这样 我如果去一个人办公室 去个家里面 他满墙都是明云合影的话 我本能的就会觉得 这人不可靠 就正如如果一个人给你一个名片 是风情状的 闲头五六十个的 我也本能的觉得这个人 不是我未必是很想亲近的人 因为这类人 我会本能的觉得他 是他太喜欢炫耀他的闲头 他的人物的关系 那么这种人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会觉得不踏实 所以香港的零团费的旅游团 不要支持分子参加 因为他们太清新 枪枪三言顶广告之后见 出色让我欲罢不能 我是陈坤 选择东风标志308 选择出色2013款全新上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 其实马云这个人 也很可以理解 他在这方面 你比如说司马南就讲 他说我跟马云吃过饭 他说马云就跟他 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咱们都有这种心理 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专门打假的 司马南你打了那么多的这种 特异功能提供的假 但是你看马云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给我说说有没有真的 我知道很多假的 但有没有真的 你看马云这个样子很可爱 有人说他长得难看吧 说他长得像个猴子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可能有一种小孩像 这个人有时候会有一种 某些方面是一种童心 一点都不奇怪 比如说就好比 比如说爱因斯坦 他可能未必知道他家里酱油放哪 他可能在另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天真 对吧 你像马云他在一方面事业很有成就 也许在另一方面 他实际上是很有这种好奇心 但是照司马南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么说很好 可是你实际上他认为你接触的这些人 表现出你在这方面判断力和品位太低 就比方说你说一个人嘴上说 我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可是咱们一看呢 他见着的那些都是那个假冒伪劣的 就是赵子龙三应战子龙的这种 对对 三应战子龙 就是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把这个 我认为对马云等人 包括一些明星啊 是有点求全责备了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你们是公众人物 你们就当然是你们自己有兴趣 但是出现在媒体面前 很多年轻人会受你们的这个误导 我对这个问题倒觉得 他这是他的个人自由 他爱见谁 他对什么好奇 这是他的个人自由 他去 其实我对这种问题啊 我一直就觉得 我就不爱说是那个明星 就比如说香港什么制造明星 我老要说说大多数 我说你就是你们这帮粉丝 你们你们是傻子吗 你们跑着抱怨啊 你说是刘德华骗了我们了 什么这个什么军事骗了我们 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骗呢 而且我觉得我们常年的这种思考模式啊 对啊 动不动就去指责什么名人官员明星 说他们没有尽好楷模的责任 对 这种假法讲多了 你就等于剥夺掉了 这些年轻人或者受众的 他的判断责任 第一 他的责任被转移了 第二 他的判断力的断念的机会也消失了 因为你动不动就说 你们这些人误导公众 我承认是有误导公众的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公众应该学习怎么样 聪明点 不要那么容易被误导 那么除非你说有个广告 比如说一个明星代言去卖广告 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做好研究 我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他应该对他那个产品 要代言的产品 要有个比较深的一个研究 然后判断过 他才能去接嘛 那么但同样的道理 一般公众看广告看东西 也应该带着同样理智的研究的精神 对啊 你年满二十 对吧 你的有教育水平 身体健康 理智正常 你干嘛的老院 这人带坏了你了 你讲到公众的判断力 我倒想夸夸的《新京报》记者那篇文章的文峰 他讲王林的这篇文峰非常好 他从头到尾没有夹帽子 也没有说欺骗 也没有说他是大师 讲都是事实 文字非常漂亮 但是一条一条讲得清楚 他家里有多什么豪车啊 老斯莱斯啊 什么东西嘛 他也讲了捐款 对不对 有几百万什么 但是也有高利贷的这些情况 你们通过他这个报道 我们想象的出 在一个县里边 住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人 这么多的钱 政府都对他 就是大家都另眼判断 总之 我不知道看那篇报道的时候 我就想起那个 记忠心啊 就是说有这样的人生活 也有这样的人生活 在我们这篇神奇的国土上 这两个人我看到的一个报道 王林这样 而且呢 我就觉得 哇 这个记者写得太好了 因此呢 因此 因此就想到了 不是所有的记者 都是写得这么好的 前一段时间呢 读了一个记者的文章 广告之后再读 行吗 至少刚才那个记者 王林已经判他全家不得好死了 想象外人型广告之后见 凌山秀泽 天地太和 祈福天元谷 寻梦黄花溪 青州太和旅游风景区 欢迎您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1988 启动 向前 有速度激励自己 有舒适感谢家人 东风雪铁龙 CIS-L 都市动车 一等舒适 来 徐老师再说说 刚才我讲的 其实都是年轻记者 但是我觉得 这个记者 那个文章写得好吧 就是看到了另外一篇 这篇呢 是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时候 如果就是讲那个 梦段旧金山的那两个 他说如果他们在世 知道浙江省委 组织部部长蔡奇 在关注他俩 王林家呢 也许会惊喜地 睁大了眼睛 笑眯眯的 而叶梦源呢 也许不敢相信地 跳了起来 这不就是这个 做鬼也幸福 那个吗 对 这个师父 他们做了道歉 钟清波做了道歉 对 他说 这同样是记者的文章 今天水平差别很大 就跟中国的情况 就像你讲 一个现在既有王府 也有可能会有 记中心这样的人 对 那么 恐怕一个王府 就有900个记中心 对 同样的 我们中国现在问题最大 就是所谓的人口 真的是太大 你任何一种人的存在 加起来总速度会很高 你知道就是问题在于 就是好多明星 高官 这个包括著名企业家 这样的人 他会迷恋这个东西 所以有些人 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 一些官员 包括一些企业家 他的这个精神世界 何处安放的问题 其实说来说去 都是在于 每个人的 就所谓三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宇宙观 这个人 他到一定层次 总是想要在这方面 求一个安稳 这也是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一 中国历来皇帝 一到了位置高了 就要求不老的药 就要求炼丹 就是到家的这些药 那今天有很多 我都知道 我们都不能讲 就是有很多地位很高的人 他真相信这些 就是真相信 所以我相信 他有那么几层楼的这些照片 有一部分可能是 趁人家接见的时候 混在里边 把其他的人割掉 变成单独 他是有的可能 真是求见的 他是真有钱 他是真有钱 他甚至借现 几千万借给县政府 政府都要给他借钱 你说这么一个人 其实他有他的这个能耐 他怎么就能够 而且但是我想说回来 你刚刚讲到 就是说像 有这么多的明星明人 为什么愿意相信 这个讲精神境界 我觉得可能你讲的还高了 就不一定是什么 精神境界追求 他主要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很多官员 我们知道虽然说是共产党员 是无神论者 要不然的话 你知道宣传部不是有三十五六 说不能够随便信教 说你是共产党员 但为什么 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官员去拜神 拜佛拜什么 那并不是什么精神追求 而是因为 这些人位置爬到越高的时候 他觉得越危机四伏 他心不安 他心不安 民人也是一样 今天在中国做民人多不容易 那种不安感越强烈 这时候他举望四边 他没有什么可以抓得住的东西 他就只能够找一个冥冥中存在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来抓 但是我又突发奇想 我想假如真有这样的本领 他说他意念嘛 蛇是通过意念搬过来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那我们能不能派他在国家 在更重要的地方 比方说国家足球队 接他去 每次比赛 他站在人家球门边上 意念一念 对日本就是四比三了 对不对 然后你说习近平奥巴马会谈 可以让他坐在后面 或者跟安倍 把安倍的脑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